那么说到劳工 日月光K7厂的金元制成 昨天中午就停工了 日月光表示 1900多名的员工 今天起将会转往其他的厂区来工作 或者参加教育训练 薪水会照发 至于尾牙还有年终奖金 日月光说 该办的尾牙就办 该发的奖金也会发 不会损及劳工权益 而日月光主管此事下透露了 对于遭到停工很遗憾 并且表示 高层也不是不认错 也同意自己没有做好 而如今停工已成了定局 公司只能够重定通盘计划 并且重新检视环保局有疑虑之处 并且尽快来申请复工